加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人为的对中加企业间正常的经贸投资合作 设置障碍的做法 与其自身标榜的市场经济原则 和国际经贸规则背道而驰 不利于有关产业发展 有损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 北京冬奥会期间 中方还为包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在内的 多名加拿大媒体记者来华采访报道 提供了便利 我要强调的是 中方始终欢迎外国记者依法依规 在中国从事采访报道工作 同时外国记者在华 应遵守中国法律法规 恪守新闻职业道德 真实客观地报道中国 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 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 符合本地区共同利益 我们希望有关各方 正式半岛问题正结 相向而行 为重启有意义的对话 创造条件 你提到的这些所谓的议员 向来恶意炒作 奢华问题 散播 奢华谎言 谣言 毫无公信力可言 大家不要太放在心上 这一小撮议员 拙劣的政治炒作 成不了什么气候 只会自取其辱 中方期待 舒尔斯总理任内 首次访华取得成功 中德是全方位战略伙伴 今年是两国建交五十周年 半世纪以来 交往合作已充分证明 两国的共识多于分歧 合作远大于竞争 双方是伙伴 而不是对手 均从对方的发展 和中德务实合作中受益 中德之间 我们的务实合作 是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事情 美方不应无端攻击 更没有资格插手干预 美方官员 对于干涉 包括所谓伙伴国家 在内的别国事务 还洋洋自得 这充分暴露了 他们一贯的霸权主义心态 和胁迫外交的恶习 感谢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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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露